这个水浪实在太惊人了 后拉拉山泉沿着山壁倾泻而下 毫无规则性的奔窜 高雄桃园区复兴里面看了直呼恐怖 因为连日渔市 让他们连基本的用水都出问题 来着水有的管子里面都被石头堵住了 被木材堵住了这样子 所以水要来还是要一段时间 猛烈渔市灌爆了水管 让居民三天来靠着接雨水为生 可以拿来中城的锅碗瓢盆 家门前一次排开 吃饭洗衣通通靠这些 更苦恼的还有采收下来的农产品 芒果运不出去 二十几拿芒果 我都还不敢拆带 因为没有路用不出去 抢出的芒果要烘干单线量太多 在资源缺乏的雨天 会让仅存的电力出问题 要冒雨送下山 新鲜度和数量让居民两难 完全都坏掉了 这个车子都没有帮我过 一次可以运送两吨物资的流龙 八月六号开始启用 除了把民生物资补充上山 首批山上运下来的龙虚菜 也解决了部分农产品问题 还可以啊 因为运到都没有啦 至少还可以运输一些农购物出去 民霸克路钢变桥段 首当其冲的就是梅山 拉夫兰复兴 这三个里有四百多人 他们要暂时靠着流龙补给 撑到钢变桥场通 大雨造成的灾情也让屏东大五部落 道路通行受到了阻碍 断断续续与适中 工程人员抓紧时间开挖大石 车辆暂时可以通行 但是家园生计什么时候恢复正常 居民们无奈也着急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